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清兵做好决战的准备 不过眼下还有先进后兵 一是等义和通款的结果 二是礼节上修书给多尔滚 让他到山海关 看他如何 毕竟 有老李和陈公子只比起草一书回复多尔滚 在上一道奏章 专讲备战应敌意识 写好后 连同多尔滚的破详书 一并上赌朝廷 是 大人 禀大人 什么事 南京内阁府送来的加急文书 让我回南京 参加会审大悲和尚一案 有史大人作证 三堂会审 我相信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可是这个案子是马大人提出来的 你看看他那个神奇样 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大悲和尚是假太子的证据啊 现在只有周先生 周大人 一口咬尽说这太子是真的 我就担心他这样固执下去 会惹火烧身呢 事关周大人 周大人不应该感情有事 失去了判断真伪的理智 大悲是不是真太子 你要靠事实来决断 年太大人 你应该好好地劝劝周大人 也许你的话他能听 试试看吧 周大人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周大人 周大人请留步 二位大人 周大人 我和年太兄呢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你看现在可以吗 这个皇上要三堂会审大悲烂 在下公募繁忙 只好改日再奉陪了 这么说是不管怎么审 审出来的都是个假太子 马瑶 马瑶草当然希望是假的了 可这周中玉呢 就一定要审出个真的来 两个人还都非审出个结果不可 我相信方公子 方公子说他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 我就希望这个案子 我就希望这个案子尽快的能够真相大白了 别再内乱了 我大龙朝经不起折腾了 老爷 要不你再去劝劝周中玉 他怎么做事已软及时 我刚从那回来碰了一鼻子的灰 是吗 好吧 郑大人 关于这个大悲和尚的 他就是太子 此事千真万确 我有最可靠的证人 你们妄图把他说成假的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周大人 既然钱大人甘心以那些无耻小人同流合污 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钱木斋终于明白了 与当初马窑草他们紧紧抓住福王一样 对周中玉来说 太子是真是假并不重要 只要紧紧抓住大悲和尚 就抓住了要挟马窑草 乃至宏光皇帝的王牌 他周中玉在朝廷中的地位 就变得举足轻重 钱木斋认定周中玉是在玩火 正在引火烧身 走 走 一个堂堂的汉林院的编修 变成了这个样子 没想到你竟然看破红尘 出家当了和尚 出家人是不杀生的 看来你还是个凡夫俗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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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疯 我告诉你 今天你吃鱼 明天人家就吃你了 死了 你吃我 我吃你 你吃我 说得好 你也吃 好好好 你说得好 过来 我呀 我不吃你 我想救你 行了 我想问你一句话 是想死还是想活 我跟你说 明天就要三堂会审大碑呀 不管大碑是真太子还是假太子 也不管你指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都得数 想活着 就装风装到底 不要说话 事情过后 我会放你一条生路 让你和十娘远走高飞 今日不知来日是 人生可放 酒杯干 今日不知来日是 人生可放 酒杯干 今日不知来日是 人生可放 酒杯干 各位大人 给周大人看座 是 周大人 正人都带来了吗 带来了 咱们开始吧 带大杯上堂 带大杯上堂 你就是大杯 放肆 我乃堂堂大明朝 崇祯皇帝的太子 你们竟敢把我当成犯人 带上公堂 你不要急 今天就来确定 你是不是真太子 假如你真的是太子 自然就不会把你当人犯 那现在也不能让他跪着 来啊 给大杯看座 是 这是你交出来的 是 你说这是先帝给你的遗诏 可上面既无御印 又无手章 怎么能断定 这是先帝所书啊 愚蠢的问题 当然是看笔记 禀告三位大人 此八个字 确实为先帝所书 案卷中 已经有 证人的证词 周大人 这供词上 怎么只有证明 他可能是先帝所写 难道就没人证明 他不是先帝所写吗 本官办案 自然是把真实的凭据 给大人们看了 以周大人之意 这可能是先帝的真迹了 可能模仿先帝笔记的 大有人在啊 请问 马克老 你能模仿吗 我 谁敢模仿先帝的笔记 就是朝廷的侵犯 是要杀头的 请教大悲一事 你既是太子 可有太子的印章为凭 我的印章 是由同行的太监王之心 接待 他死在路上 我继续难逃 自然拿不出来 三位大人 本官在审案中发现 太子除先帝遗诏外 确实在无其他凭证 不如 在证人上堂审问 真相即可大白 来啊 传证人上堂 这个也是证人啊 啊 分明是个疯子吗 他不是疯子 是先朝 汉林院编修方秘之 常在宫内行走 可辨认太子真伟 那就请他们二位当堂指正 回大人的话 这位确实是太子 证人上堂宫 我认证人上堂宫 五成姐 在 公堂之上 言出法随 倘若知法犯法 欺君往上 便是最佳一等 你要知道 此事关系重大 我们要多方取证 所以 你要想仔细了 是真是假 要看清楚 大声说 究竟是还是不是 是是是 不是 马哥老请息怒 让吴公公先平静一下 不妨先让方秘之上前辩认 你好 方秘之 你说 方秘之 马哥老问你 这一位 是不是黄太子啊 你又摇头又点头的算什么 方秘之 此事 关系先皇血脉 大明正统 你要仔细辨认 开口说话才是 我饿了 我要吃饭 我饿了 我要吃饭 这么大的事 你问我 你们听啊 你们说他是 他就是 你们说他不是 他就不是 我要吃饭 我饿了 我饿了 怎么让一个疯子来做人证 实在太过分了 大胆无成解放密之 既是正人 公堂之上 吞吞吐吐 胡言乱语 分明是目无王法 大悲 既无人证 又拿不出物证 岂为冒充无疑 来人呐 对 给我拖下去 各打武士 说 我真的是太子 不得用什么 冤枉啊 我说的全实话 你真的是 乖 请慢 马哥老 事情尚无眉目 不得严刑逼宫 不用刑 无何能招 打 不得用刑逼宫 我人太子 不得用刑逼宫 我人太子 不得用刑逼宫 我人太子 不得用刑逼宫 不得用刑逼宫 什么东西 从大悲休 从教宅来的 怎么上来 则 马大人 折子上写的什么呀 大人为何密而不宣呢 我看还是不看了也好 三堂会审 现场发生之事 岂有隐瞒之理呢 你们一定要看 如与本案有关 就请出事吧 哈 哈 哈 好 来啊 把三个人犯收监候审 大人 周大人 得错 来啊 把犯官周中义给我拿下 本人是朝廷命官 你们岂敢不应缘由 说抓就抓 我会跟你说清的 逮着 是 是 哥老大人 真清闲啊 啊 我可是等着你三堂会审的结果呢 清闲啊 哎呀累得我现在刚恍惚点劲了 怎么不顺利 哎呀懒得跟你说 拿去自己看看 太子登基 奖赏功臣名册 哎呀 这可是一架乱针 穿夺王位的铁证啊 有了这个 那帮混蛋算是死定了 真是天助我爷 不是苍天助你 是你自己助你自己 啊 这种雕虫小技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我呀 啊 我在写戏本的时候就用过这个 用过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啊 事先拟好这份名单 再安排一个亲信 在和大碑拉扯过程当中 给抖落的地上 说是从大碑身上掉下来的 对不对啊 胡说 这是朝廷大案 你怎么能胡猜乱想啊 再说这大堂之上也不是我一个人 有史可法 周中玉 大理四卿 你急什么嘛 啊 干这种事 你骗他们行 骗我可不行啊 你得请教我这个先生 你 你以为 你干的天衣无缝 想的周密 可是智者千里必有一失 你偏偏忽略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这种虎皮尼金宣纸 乃宫中御用 想必只有你马大人 才能够有幸得到皇上的赏赐吧 啊 你不能说 大碑逃难的时候 从宫中带出来的 那要是那样的话 那不就更证明大碑是真的了吗 马大人 你错就错在这个用纸上 没有想明白是真太子还是假太子 干这种事 你得请教我这个先生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开服你还不行吗 你能看得出来 那大堂上的人也一定看得出来 启奏陛下 臣以为 这大悲和尚一直在吏部官养 如果他不是太子 哪里会有宫中御用的虎皮尼金宣纸呢 就连他交出的所谓先帝遗诏 也不是虎皮尼金坚持所写 如果这大悲和尚 他是真太子 一路逃难而来 历尽无数坎坷 连太子印都丢了 还会带着宣旨 带在身上 嗯 石爱卿 说的有道理 还有名册笔记 请陛下务必派人查队 看是否为大悲和尚所写 如果不是大悲所写 就应该追查执笔之人 以臣之见 名单所列 我朝众臣闲逝一百多人 造名单者 企图以此激怒陛下 把名单所列之人 全部做毛反罪论 这样势必造成我朝野内外大乱 在大敌当前之时 这是意在从根基上 动摇我大明新朝的一个大阴谋啊 伤行陛下临见 石爱卿啊 你的这些看法 和马格老的看法一致啊 哦 哈哈 你们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谢陛下赞许 微臣也在名单之中 请陛下撤查 查查 马格老不赞成查 朕更不赞成查 石爱卿 你不是刚才说过吗 一查 就查了个天下大乱 启咬陛下 臣的意思是要撤查那些制造名单的人 那还用查 朕早就认定那是那个娘求的假太子 捣的鬼 看来他算了 陛下 嗯 朕自主持朝政以来 就是讨厌你们这些大臣们争来争去 斗来斗去的 大家同招共计 共保江山太平 这有多好啊 我忘了听谁说的了 一个皇帝 不用过问朝政 天天吃喝玩乐 那些大臣们 这里的是国太平安啊 这才叫一个好皇帝啊 俺就愿意当这样的皇帝 斜来卿啊 朕刚刚接到义和使团的飞报 他们到了京城 没有人理睐 那个多尔满 见不见还不知道 我看看 有啥办法 人家厉害 咱就得让着点 让到长江为界 俺也赞成 只要不动干戈就中啊 陛下 如果让到长江 那大半个江山 可就都给了清军了 陈以为 那有啥不忠 半个江山换来天下太平 有什么不好的 这历代的皇帝 都是靠打仗打天下的 他们都喜欢打仗 朕这个新朝 那是靠逃难逃出来的 所以朕讨厌打仗 好了 你赶紧回扬州吧 清军要是真打咱们 那咱也不能说投降就投降 你把江北沟好好守住了 其他的事你就别管了 陈遵旨 你说什么 皇上让老夫为他选美 马格老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 穆老啊 皇上从监国道登基 已经几个月了 现在三宫六院都还空着呢 这是咱们做臣子的不对啊 是 这皇上本该就有三宫六院 选妃子呢 也无可非议 只是这件事应该是内务去做 怎么让老夫去做呢 而且老夫找的 他也不一定看得上眼呢 那怎么可能 谁都知道 钱大人你早年就有东林浪子的美誉 哎呀 我说爸大人 你这奸小了 怎么 我冤枉你了 我 你们这些文人呢 哎 都喜欢阴风弄月 自命风流 啊 把科厂那一套 也搬到了风月厂里 搞什么品评花案 啊 也分状元 榜眼和探花 哎 对了 听说钱大人家的柳太太 就是你当主考官的时候 给评定的花魁吧 哎呀 要是钱大人 你选的妃子 个个都像柳太太那样 财貌双全 皇上还不识乐风了 好了 好了 既然这样 那在下敬礼二维就是了 不过 马大人 这俗话说 哎 各花入各眼 那还请马大人 把这皇上到底喜欢哪一类的 跟在下交代一下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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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马大人 在下还有一件事情 想请教你 我听说 审这 大碑 那贾太子 还审出一个谋反名单了 而且老夫也在那个名单上 那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嗯 钱大人 你 你不要担心 啊 皇上说了 他不信那个名单 再说了 钱大人如果把选妃这件事情做好 皇上已高兴 那还什么名单不名单呢 哎 就是我这个阁老的位子 弄不好一个账给你了 马大人 这个玩笑太大了 嗯 老夫怎么敢有此非分之想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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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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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快点 快点 停车 夫人 别看了 看看他们抓人干什么呀 走 看了 就好了好了好了 别看了 走吧走吧 走 看来是皇上在选妃子吧 是 这个皇上的位子倒是坐稳了 也不管清兵难不难下 就大张旗鼓的选妃子了 皇上既然已经登基了 选妃子也是理所应该的 再说了 有了后宫 也许他就能够收敛点了 哼 有件事 老夫一侦探一起吃 就怕他不高兴 又发生什么事了 皇上把这选妃子的事 派给老夫了 什么 堂堂一个文弹太斗 离不上书 不去管什么科举 管什么教育 倒选起妃子来了 你看你看 我就说了你会生气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谈什么教育啊 清兵难家 人家现在需要的是会带兵的会武的 老夫既不会带兵又不会武 还能干什么 看来你干这拆射道挺乐意的 行了 你就不要再开老夫的玩笑了 这是皇上清典的 你让老夫能怎么办 再说了 老夫现在的名字 还在黑别单上 乱世之秋啊 碧月之火 那都就是国际之太 替皇上选妃子嘛 说来倒还属于礼部衙门分内的事 钱穆斋如此愤愤不平 只怕是在于这种满街拦截 到处抢人的做法 实在过于无法无天 但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做了臣子 就只能奉旨行事 而且这个祸害老百姓的黑锅 他还得替皇帝背上 都没工作了 接着 王公子找我一定是有事的 你先回去吧 我去去就来 好 恩师 冲儿 来很久了 恩师 我是为周大人的事来找您的 去见我周大人了 我想周大人这次可能是凶多吉少 恩师您赶紧想想办法来救他吧 谈何容易啊 现在满朝已经是马软之天下了 我这个礼品尚书还在谋反的黑名单上 能救得了谁呀 那我们总是不能够袖手旁观吧 有点时间我再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恩师 那我们就去找念台老师 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 请坐前座 请坐 太宗你拉着木老到我这来一定是有事吗 是是是 念台大人 呃 关于周大人的案子 老夫想听听你的意见 木老啊 为此事 我还正打算向皇上上奏 替周大人名冤呢 我还担心自己 故障难鸣 你来得正好 我们可以联名上奏 念台大人 老夫对此案 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一老夫之见 周大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我们都知道周大人是冤枉的 也知道制造起冤案的一定是马摇草之流 可是正是因为此案 马摇草现在深得皇上之信赖 我们就凭着几本奏章能奈合他吗 再说了 从表面上看 我们是在给周大人方案 可实际上呢 矛头指的是圣上 木老的话不无道理 可周大人虽然固执偏激 可谋反名单 绝对是栽赃陷害 而且这个案子里边还牵着着一百多人的性命 我们应该把它查个水落石出啊 念台大人 现在官场上讲的不是道理 讲的是权 你有了权 你就有了道理 你没权 没道理可讲 木老啊 有些事我们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周大人蒙冤下狱 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为此老夫已做好赴死的准备 念台大人 一老夫之间在当今之局势下万不可一气有事 您不是也说过 只要能为国家做些实事便可吗 放着眼下的冤案都不能有所为 你朝堂之上还能做什么实事呢 木老啊 人格有志 我们就不谈了 老爷 嗯 哎 哎 哎 你进 这他妈刘泽青啊 他他 他又来给我添乱 怎么回事啊 哎 使科法去江北调停兵乱 刘泽青说他袒护了高洁 让我想办法得把使科法挤走 我要做兵部尚书啊 就不会给你找这么多麻烦了 你 嗯 你还有这个刘泽青 我告诉你啊 想动使科法 我 绝对我答应 妈了 你喝多了 嗯 谁想动使科法啊 你操这心干什么 嗯 嗯 直带直带直带 啊 不说不说这些 嗯 吃吃吃 嗯 吃大人 大人 大人 来来 外公子 你就等了 吃大人 我们已经知道了三朝会审的结果 迫不及待的想见你啊 大人还没回来 这谋反的名单就先传回来了 还指名道姓的 分明是马药草之流 再陷害中粮啊 没有这么多人 不要胡乱猜测 大人 这怎么是猜测呢 这份名单上写的都是我东林附设一派的官员 要么 就是清正联名的朝臣 这不是明摆着吗 有人想借这份名单向我们开刀啊 对啊 先带着 先帝曾说 先帝曾说 朕非亡国之君 陈下乃亡国之君 此时对我影响极大 前朝日 尽管原因很多 但有一条是致命的 那就是党争 为了党派的利益 致国家利益而不顾 于邦相争 于人得利 其结果 必将重蹈了先朝之覆辙 史大人 我和毕将之所以投奔大人 正是因为厌恶了朝中无休止的党争 但似乎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无法版脱他 说心里话 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 两面作战的形式 在外 我们领兵打仗 刀枪队的敌人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队内 只能用心理提防 不过 队内 只能用盾 不能用刀枪 这就是我的准则 多谢大人 这一息肺腑之言 是晚上 受益良多 只是 我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好了 不说这些 我们还要到刘泽清部 观看阅兵演练 也该准备 准备 准备 我心里的词 刘泽清部